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這節的節目希望大家CLS 一下 留言、LIKE和SHARE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兩個 每天和你們討論萬聯的YouTube Channel 包括現在正在看的大巴台和新聞台 而這節節目就是我們剛才1點鐘在新聞台出了一段影片 討論李奧我們的名宿訪問普巴 那段就討論了整個訪問大約說了些甚麼 在這段影片我看完訪問後有感而發 想在某一個點內討論和分享一下 新聞台的影片最重要是討論了續約的問題 大家可以聽聽一下究竟普巴和萬聯的續約 是怎樣和怎樣 這段影片我反而想討論另一件事 普巴在訪問中說了自己都知道自己 有時都戒不掉的 這也告訴大家為何打義甲會適合英超 因為他知道的但他戒不掉 另外他也覺得自己進攻好些 他也想打進攻多些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萬聯 經過兩任的領隊 包括摩連奴和蘇斯卡 都覺得他要做多些防守 普巴的態度就是 其實我兩人都能做到的 如果教練要我安排怎樣打 我便會這樣打 這件事我估計 普巴是有一個 即是叫做Honesty 他也應該是在說事實的 因為摩連奴經常安排他打防守 兩個防守的其中一個 他可能真的受不了 可能真的不知道做了甚麼 但蘇斯卡比較一本半 但我發覺始終我都不太明白 為甚麼這兩個領導 會覺得他真的做防守 比做進攻的好 我再看近來的排陣 就有一點見到端倪 為甚麼 波連奴是太久了 我就不再說了 蘇斯卡我覺得他想著 普巴是可以助攻助手 即是做一個真正的 Box to box player 讓他可以省回防守球員 這件事我覺得 如果你問我的話 蘇斯卡就真的想多了 因為試過幾場球的時候 其實都是奶奶的事 即是站在我的立場 就是奶奶的事 但看來 蘇斯卡就吃過翻尋味 為甚麼這樣說 儘管要看看這裏 預備了資料 讓我轉過去給大家看 近期來說 有哪幾場球 安排了普巴打雙房 中的其中一個 包括搬尼 我們贏1比0 呼善我們贏2比1 以及剛剛 石非聯 我們輸2比1 這三場球 這三場球的共通點 是甚麼呢 對手都是比較弱 因為搬尼當時 現在搬尼很厲害 連贏三場 但搬尼當時 就是一般的 我們相對來說 蘇斯卡想做多些進攻 所以你看到 搬尼拍著馬迪 結果我們 我們 稍後才看到 原來 搬尼拍著馬迪 雙房中 結果我們贏1比0 還要是由普巴入球 但這場球打得有多辛苦 我想大家都不需要明白 但你看到 其實這場球是說這樣擺 但實際上 馬迪主要是鬥著後面 普巴又要助攻助手 所以 其實雖然說1比0 但老實說 緊緊熟 我就是這樣看 但我看過勢 蘇斯卡才不是這樣看 為甚麼呢 看看富咸這場球 正所謂吃過番尋味 他又是擺回普巴 今次跟廢特拍著雙房中 結果也是贏到的 贏富咸2比1 但是 長球又是那句 是否真實至名歸 還是緊緊贏到呢 真是很難說 但是 蘇斯卡整個立場 普巴又有球進 大哥 對不對 這條方式 所以 去到第三場 結果 蘇斯卡可能想著 一不離二 二不離三 結果這場球 就是輸了 也是 普巴拍著馬迪 都是雙房中 所以 很多朋友都說 普巴拍馬迪 就不太行 但結果他之前吃過一尾 所以他再試 結果這次就失敗了 但當然 如果說一些 純粹說 trend 的事情 純粹說一些 就是 搬尼和 富咸 都是作客的 結果主場的食費聯 就不行 但我都說過 其實 我覺得 主場 作客那樣 其實在今季來說 都沒什麼分別 蘇斯卡自己也這麼說 但那個分別就是 其實 其實普巴 你要他做防守 還要兼顧進攻 在英超那裏 是否真的這麼好呢 三場比賽中 雖然說 兩場 普巴也有入球 但在防守方面 我們的漏洞 其實 三場球都是很多 分別就是 對手把握不把握 而且 今場 即是瑞飛聯這場 那個防守 比平常的防守更弱 尤其是第二球 真的 很誇張 所以 現在 我不是說普巴沒有責任 大家也不要搞錯 但是 誰的責任 大一點 我想研究一下 普巴 已經知道自己的弱點 他也 說真的 改不了 而且 如果你要兼顧進攻和防守 其實他的防守力 就很一般 所以 蘇西萨也明白到這一點 所以他對著所謂的弱點 才感觸 因為這樣 可以 節省到一個防守球員 就可以進攻那裡 多個人幫忙 我可以理解 設計是這樣 而且他又連續 搞定了兩次 更加 更加覺得 成功了 但實際上 我們 無論是哪幾場球 都好 看到普巴的防守 或者他幫到的防守 是有限度 再加上 我也說了 無限次 我們今年的防守 其實 真的 中間的四筒 就是兩個中堅 和兩個防中 其實是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我們只要缺一 或者 其實說真的 你放普巴去 實際上 或者是打單防中 差不多 因為 其實打雙防中 如果有出普巴的話 他都會下來 變成三個 但是如果打少了一個 普巴下來 結果只剩下兩個 其實是打少了一個 那麼 我們這麼弱不耐風的防守 結果就是出事 最慘的是 上兩場 贏了 那麼 也將這件事 掩蓋了 所以我都沒有說 因為我都看不到 因為掩蓋了 雖然我們的防守 也有很多 很多機會 但是始終 這個問題 是被普巴的入球 掩蓋了 遮掩了 當然 如果大家用結果論 來說 我們今集 就不用討論 因為只要普巴繼續入球 這些問題 全然都不需要理會 因為贏球就是黃島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這樣 所以 我想今場球 輸給石非聯 正正可以 讓教練團 讓蘇斯特查看到 這個 所謂的 流動 是否一定要去打 因為說真的 反過來 踢球的事情 有時候你都要打擾 你不可能說穩陣 穩陣就把大巴在後面 不 Sep 이렇게 我都要拍攝 可是這個 其實是否值得 就覺得之前幾場的勝出 是否 實實證明了 這一個反過來的想法 成功呢 我覺得這個 絕對有討論空間 我覺得 即可能大家要想想的情況 還有普巴 我都是告一句 長遠是 如果要繼續 尤其是這半季 一定是用這idian 除非以這兩人賣掉 如果不是繼續用他的話 是不是真的覺得 要他參加防守 是真的可行的呢? 我是很大的問號 其實由始至終我也是 寶巴參與這麼多防守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我都說了很重要的一件事 尤其是別說其他事情 一落腳都賴了九成 這一下就已經 不要參加那麼多防守 這個我看法不代表大家要認同 也拋磚引玉 希望大家可以說一下 這件事究竟大家怎麼看的 拜拜